好 无色觉醒 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呢 现在呢 郑文燦社滩之后 当然他过去的一些劣迹也都被挖了出来 包括呢 过去他妈妈的这个告别式 花了千万 谁买单的呢 另外呢 有在地的议员呢 就来爆出 他呢 是用千万在养冗员 好 我们看到桃圆市议员詹江村村长就讲说 这个他就之前就讲了 郑文燦在担任议员的时候 过去呢 曾经在正副议长选举的时候 因为两边收钱 好 那结果还有跑票的状况 一度呢 还被压走修理哦 当时要不是有人出手相救 可能郑文燦就已经被拖去中了 好 另外呢 他讲说 郑文燦担任桃圆市长时 当时民进党台中高雄败选之后 所以呢 这个就把一些闲杂人等都丢到了 桃圆去养 好 有安排一些职缺 坐领高薪 当肥猫 郑文燦呢 就乔丽名牧 来设立董事长等等的职位 每年要花一千多万来养冗员 王毅川才能来担任董事长 好 同时他也说 王毅川呢 私下来挪用预算发行股票 也掏空桃圆土地 将最具有价值的市场 拿去成立了亚洲戏股新创公司 王毅川给桃圆人留下了财务灾难 他痛批说 王毅川就是桃圆的罪人 那民进党这边呢 有没有来做出回应呢 好 我们看到吴思瑶呢 就讲到詹江村在消费他人蹭板面 他的批评不需要也不值得回应 那许志杰呢 她说啊 确实是有听过有一些议员 在议长选举的时候 会两边收钱 但她说这个人不是郑文燦 好 刚刚讲到了郑文燦妈妈呢 当时2020年的时候 告别式呢 办得非常的盛大 好 尤其你看到呢 这一个地方 这个会场呢 非常的 看起来很气派 很肃穆 这个是龙岩的桃圆会馆 那其实这个地点呢 是不法的 不符合殡葬的这个条例 但是郑文燦呢 却还是带头来使用 而且这个地方到现在 其实也还是不合法的 好 所以呢 6年下来 市府已经累计罚了27万 而且可能还会再继续罚下去 好 那我们看到呢 中立战神尤志兵 他就点出了 郑文燦母亲的告别式之初 根据殡葬业者的估算 光是整地填平 就要耗费至少800万 那加上搭建也要300万 好 富丽堂皇的告别式场地 里面呢 是有数千盆的高级花式 再加上呢 告别式结束 要拆除嘛 物资啊 厂布 交管人力等等 费用非常的可观 另外有市民就爆料 其实在现场看到很多的市府员工 在充当工作人员 动用了大批的危安啊 交管人员 这都是明知明高 他想要问说 郑文燦这一笔千万巨资 来办这个妈妈的告别式 到底是自掏腰包呢 好 那还是说是 有什么经费来支出 场地是无偿使用吗 还是说有建商在帮忙出呢 到底有没有滥用公堂 好 我们这边看到呢 这个精神科医师沈正南 就回顾说 之前呢 在1988年 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有看过当时的郑文燦 那当时呢 他跟现在是判若两人 当时身形是比较销售的 看起来呢 像是被课业压得喘不过气 还没转大人的书呆子 难以想象啊 三十几年之后 他变得这么的胖 进入了权力的云端 又跌落了下来 那他就说政治啊 或者应该说权力 真的这么的可怕 宛如像是吸毒一样 就会让你上瘾越玩越大 旁边这边就是有 当时年轻的照片 跟现在做一个明显的对比 这个是他当兵的照片 当时他还自称 年轻的时候 很像是卢广仲 不晓得大家觉得如何 但的确啦 跟现在真的判若两人 应该是 现在成余的1.5倍大吧 好 那今天来跟我们进行 线上对谈 来讨论新闻时事话题的是 台北市议员 单伟员 卢文哥早安 卢文哥早安 卢文哥我们来请教一下 郑文灿现在涉滩之后 那当然他过去一些劣迹 都被挖了出来 包括呢 花了千万在养荣源 还有呢 就是妈妈的告别式 花了上千万 那包括那个地方不合法 他还带头来使用 甚至呢 有人就讲啊 里面的一些这个费用啊 然后加起来 到底这些都是谁来支出 有没有一些建商帮忙等等 你怎么看 好我们先 我先来回应这个 游士兵他这段话 他就说这个 郑文灿妈妈告别式这地方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盛大 然后 呃其实 就是说 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都知道 就是一次告别式 的确是花蛮多钱的 就是一般家庭都花蛮多钱的 更不要谈有一个这么这样子 庄严又这样子 盛大的一个场地 他当然要索费不止 但是问题是 这个如果是耗费千万的话 我觉得游士兵就不用太担心 郑文灿是一个 连500万都不要的人 500万放在他家的这个什么 餐桌底下 他都不屑一顾的人 然后事后还把他送回去 他连500万都觉得金额太小 他不愿意拿 代表说1000万对他 或是上千万的这样子 一个场地费用 对他来说只是一片蛋糕而已 其实对他来说不会太大的一个负担 那当然这整个 我觉得他是 他现在重新去看 郑文灿是在桃园市发生的事情 等于是重新去爬出他在桃园市场的 一个政商网络 并且去看一下 他跟在地的 不管是商人之间 或是在跟在地的利益之间 对他们怎么去互动 这个以他妈要告别是 龙岩桃园汇馆为例 他其实在郑文灿 任内去新建的 而新建的当初其实就一直拿不到 所谓的类似像使用纸烧 为什么 因为他违反了他们桃园当地的一个 冰藏使用条例 具体原因我不确定他违规的原因 可能是他的用地不合法 就不是冰藏用地等等 因为冰藏用地毕竟是 非常难以取得 土地变更其实需要 蛮多复杂的手续 那大家会觉得说 土地变更在郑文灿内有什么难的 他愿意帮忙变更就变更 但其实因为冰藏用地 其实他一变更会影响到周遭的房价 然后也会成为相较的所谓的离币设施 周遭的已经在那边居住的 现有的住民 他们也会 起来反贪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一意孤行 就可以把它变更成功的 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子的 违法的一个建筑物 他盖好之后 他持续的想要闯关 大家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要去盖一个房子 我明明知道土地是不合法的 我明明知道相关规定 是不符合规定的 我却一意孤行的要盖下去 原因是什么东西 我盖完之后 如果都拿不到使用执照的话 我等于是会打水漂的 我成本是全部投到这个水里面 是没有办法回报的 而且也不能营业 也不能赚钱 所以会一意孤行的 一直盖下去代表什么 代表当时是个老板 他可能觉得说没有问题 我盖完之后 一定有人可以帮我摆平 一定有人可以照折我 然后让我持续合法 所以当时他的心中 那个人是谁 豪远市场就郑文贊 所以他一定认为说郑文贊 可以帮他搞定这些事情 那搞定完这些事情的话 他就当然大胆的去盖 没想要盖完之后 这个真的实际上的 使用执照或合法的文件 一直拿不到 他可能心中讲都没关系 反正啊 豪远市啊 在郑文贊这8年这个主政底下 接下来我们这个 接任的这个原本的林志坚 一定没问题 选举人也能赢 而且他也是郑文贊 直系底下的人 小英男孩二代 所以也一样的可以冲航他 没想到殷勾里翻残 然后出现这么多争议啊 然后桃园市被国民党拿回来的 所以直到今日还是不合法 不合法原因在于什么 就是他相关的程序 跟相关的要件 没有办法补证嘛 没有办法补证 造成他现在持续违法情况 好那郑文贊身为桃园市市长 在他辖区内有一个这么大的 违法的所谓的这个殡葬的会馆的时候 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哦 但即便他知道 他还是把他母亲的告别式 犯在这样子一个场地啊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他觉得那边看起来比较有面子哦 大家回去看当时的新闻哦 虽然郑文贊本人是蛮低调的哦 但是他整个这个现场哦 台湾的这个社会上只有两种人物 告别式会这么盛大哦 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样子 一个黑道上的兄弟啊 他们其实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文化 所以他们相关人是告别的事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的哦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哦 我会跟大家讲是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 不是所有政治人物都这么盛大啊 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他不用会动员哦 黑道还要请他小弟们出来这个牌场做面子哦 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告别是 但是他不需要特别动员为什么哦 因为相关人需要攀岩趋岩覆势的人啊 相关的需要打开马帖的人都会特别使用 这样子一个 机遇跟这样一个场合 去表达他对这个人的一个心意啊 所以当时大家回去看新闻发现 他母亲告别式其实当非常非常多 重要的人物也非常非常多人去 特别去参与这样子的告别式 也因此在那个时候其实新闻不小哦 那他选在一个违法地方办告别式 当然就呈现了 他跟这样子一个违法场地的所有人 他们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嘛 所以选在那边 那另外也是去向市人展现说 连我桃源市市长我都在这边办 就是在那边举行的相关的 这样子的家属的仪式的时候 那其他人你们安心使用吗 你想想看 熔岩会不会把当时的照片拿出来呢 跟其他桃源市 或相关要使用这会馆的人说 你看哦 桃源市市长都在我这边办 他的他母亲都在我这边办 所以没问题啦 你们来我这边这个 来我这边办的话 不会有违法的问题 所以这样子去展现 他一个政商网络人脉 在这边展现的展露无疑 那最后还是要讲 詹江春议员他点出 一个很重要关键点 现在我们虽然花了 那么多时间在讨论郑文菜 但老实讲我内心是觉得 郑文菜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 被民进党执政者或掌权者 一个追杀的一个对象 他在民进党内部已经可能 没有那一定的重要性了 所以既然挖了他这么多黑历史 对民进党不一定有绝对性的伤害 但詹江春他点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清楚王毅川在桃园 是担任什么东西 我也不清楚他有没有发行这股票 但詹江春他让我唤起一件东西 就是这个亚洲矽谷新创公司 亚洲矽谷 亚洲矽谷在哪里在桃园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名词 现在可能他已经但忘了 但不要忘记 这个名词在八年前 赫赫有名想当当 怎么讲 因为那个时候是蔡英文总统上任的时候 一个重大的 国内的一个开发政策 所以当时要在亚洲 什么成立一个新系股 然后新系股就选在桃园 桃园的市长是谁 谁是郑文财小英男孩 所以亚洲矽谷新创公司 如果假设 真如詹江春所讲的 王毅川有这样的争议的话 我倒认为 接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而且我们应该去 盛藤摸瓜 而摸瓜摸到的不是郑文财 郑文财可能是其中一个中间人而已 因为真正成立这样子公司 有这样子一个政策开发 他是从中央到地方 一条龙式的要去开展 这样子一个 不管是土地变更 不管是产业发展 这都是中央下来的一个直属政策 而中央一个总统 蔡英文总统一个重要的 亚洲系股政策 落实到地方之后 这些帮忙这些政策推行的人 甚至在过程当中 有像詹江春讲的说 发行股票 然后去掏空所谓桃园市的一些 资产的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 他影响的 不只是第一线的执行者 就是郑文财 影响的更是中央里面 当时蔡英文政府 到底跟桃园市政府之间 就是郑文财和桃园市政府之间 有没有相关的配合的一些动作 有没有相关违法的事情 这还是我觉得真正应该是 我们要大力去挖的事情 毕竟郑文财现在对民进党来说 就是一个像 像壁虎被断掉的尾巴一样 民进党断尾求生 甚至是这个断掉的尾巴 有时候是他们刻意的 要把这尾巴去断掉 就是我要去掌药新的尾巴 这尾巴是我要自己可以控制的 旧的尾巴我不要了 所以现在郑文财 就是一个被民进党抛弃的 也有一条尾巴而已 那你再花再多的时间 去找出郑文财黑历史 我会跟大家讲 这些东西当然是重要的 我们可以继续去追 但把它好好的 这个找到事实证据之后 先把它放进抽屉里 为什么 因为这郑文财 他接下来他到底在民进党里面 有没有下一波可能的一个 未来的高峰 目前开始很困难 但当然他是所谓的 这个以前的二阿格或大阿格 北新潮流 就北流的一个重要的领袖 以及英系的一个重要领袖 所以你说他未来 如果在这一次 他安然的度过这一次的 500万的争议的话 他未来政坛上 有没有其他 中山在一起 可能我跟大家讲 当然是有机会的 但这就取决于 目前赖清德 对于郑文财 他这些事情 他相关的态度 以及他决定要 到底要追杀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如果今天他在线 他轻轻的放走 让郑文财还有机会的话 这些资料当然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是赖清德 我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为什么回顾赖清德 他们他自己的一个从政历程 他知道今天 虽然他是第一任总统 但总统连任会不会被挑战 会 因为蔡英文连任的时候 就是赖清德去挑战他 所以赖清德是避免 下一个挑战自己的赖清德 台湾民意基金会 公布了最新民调 在赖清德总统的声望部分 有五成的受访者 大致赞同他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 那么有三成一是不赞同的 好一成九没意见或是不知道 那么对于郑文财卷入了 弊案涉贪这样的一个影响 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尤英龙他认为 因为郑文财呢 并不是赖清德政治上 亲密的战友 所以呢涉贪案大火呢 会烧到民进党 不过暂时不会烧到赖清德头上 那短期内郑文财涉贪案 跟赖总统声望 是两个独立事件不相关联的 不过呢虽然他说赖清德的声望 有稍微回升 但是他提到了 非常赞同赖总统处理国家大事方式的人 有减少了4.5个百分点 这等于是流失有将近90万的铁粉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